大家好 歡迎收看振動噪音科普專欄 我是國立評論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教授黃國春 這個單元要來探討的主題是 如何思考與解決產品振動的問題 當然會來討論這個主題是振動的問題是很重要 在這個單元我們要來思考如何解決問題 那還有解決振動問題的方法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個big picture 那當然要有問題 那我們當然就要先找到問題是什麼 所以我們要去對問題做定義 同時一定我們的改善目標 好 那當然找到問題以後 我們當然就一個程式就是要去解決問題 那解決完了以後呢 其實解決完了振動問題我們要做設計 驗證 那當然也要做產品認證 也就是說不能因為解決了振動問題 而讓我們的產品的其他的性能而受到改變 好 那我們就深入來看這三個層次 首先呢 要找問題呢 建議大家用個新法 是3K Know what Know what Know how 有了解現況 探討原因 提出改善對策 那當然 一開始我們知道的可能是我們的產品有某種震動的問題 那可能我們有推測的原因 那當然我們就要提出改善對策 那我們要提出改善對策 也不是一下 就可以做 所以我們會形成一個專案 一個project 來進行 那執行這個project的時候 那就要思考3W 我們為什麼要做這個專案 那做這個專案要達到什麼目標 那再來規劃如何做這個專案 好 那要如何做呢 這邊再提出 這個分析跟實驗 簡單說的兩個新法 有FSMIVCI 跟FCAIVCI 好 這F function 如果我們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好 那SM就是用實驗手法 Sensor的選擇 量測 那重要的東西是這個index 我們要用什麼評估指標來判斷我們產品的震動 那criterium 我們有沒有什麼 營收標準的規範 那如果我們去量了 那有超過營收標準 那當然就要進行改善 那另外一個角度當然是可以從分析的角度來看 如果通常就是做CAE 就是以FEA有限人數分析法來做 好 那如果這個解決問題的過程 我們當然可以採 分析 Analytical 那當然實務上通常是 Analytical就是CAE的軟體 那當然也可以採 Experimental approach 好 如果我們從分析的角度來看 首先我們要從建構分析模型 所以從三個層次 有實際結構 數學模型到有限元素模型 好 那實際結構要思考些什麼事情 實際結構呢 的思考 就先用FGMDR的思考 好 那系統呢 會有幾何 形狀 尺寸 每個零件會有它的材料 這個產品結構呢 它一定會有它的邊界 那如果是一個組合的零組件 那當然它會有接觸介面 好 那當然會有 複合 那我們會有興趣的想念 你看位移音力 或是 位移速度加速度 那甚至聲音等等 好那知道了這實際結構 我們會對實際結構做一些假設 有集合的假設 材料的假設 邊界的假設 接觸介面的假設 跟外溢的假設 然後我們得到了數學模型 然後進行 finament modeling 那去得到有限元素模型 那重要的要招待事件的事情就是 什麼結構 我們採用什麼樣的元素 那進行元素分割 就是這個mash 那當然也有人說網格 就是不太正確的說法 實際上是 元素分割 那constraint就是 相當於邊界條件的位移限制 Loading就是 複合 好 那建構好了這個有限元素模型的構想 那當然我們就可以採用 CAE的軟體做應用分析 那進行軟體的應用分析 在震動來講 有式的分析 有模太剪斜站台 屏幕響應分析 好那這個字 編號170有一個量結構真正中分析 那在這個單元裡面有比較深入的探討 模太分析就是要得到模太參數 剪斜分析就是要得到頻率響應函數 站在響應分析就是得到時間率的響應 分析就是如果外力是 隨機外力的時候 我們就會用頻率分析來做 那接著如果我們採用的是實驗的手法來解決問題 那當然要做實驗規劃 然後進行實驗量測採集數據分析 然後進行信號分析 診斷跟對策的構想 好那在這實驗分析 分享一個 M-A-D-I M-A-D-I 的這個 新法 M-A-D-I 是量測 分析 診斷 對策 所以量測這邊就有實驗規劃跟進行實驗量測 那分析那當然就是要進行信號的分析 那典型的信號分析呢 可以採 時間波形就是time-domain的分析 那也可以從頻補域 做 頻補分析 看它的spectrum 那也可以採用時頻分析 Time-frequency analysis 那有時候相位也很重要 做相位分析 所以對信號分析的技術這也是要了解的 好那在分析診斷 那其實分析診斷就是個循環流程 診斷可能有 機器有不對 不平衡 不對心 或是鎖成的故障 傳動機構 皮帶 齒輪箱 電動馬達 bomb 風機 壓縮機 人們的故障 或者是 常見的也是故障 就會採用 實驗膜態分析 那其中有衝擊試驗 或是bomb test 或是ODS 遭做變形真集的試驗等等 那又要重新再去做量測 好 那經過的分析診斷 那當然我們可能就有一些對策的構想 好 那對策構想當然就是 設計變更 好那設計變更 當然可以從 實驗的角度去做 當然這是曠日配時 所以我們會 發展這種分析模型 來輔助做結構的設計變更 好那 設計模型 横裝一點 就要去做模型驗證 確認我們這個分析的手法是可靠的 好那我們就可以利用分析模型來做 設計變更 要快速的做改善的分析 好那最後完成了以後當然我們要做 設計驗證 好那也 確認我們能夠改善產品的震動 同時要注意呢 這個產品也不能因為震動的改善 而影響了它原來既有的性能 好 綜合一下我們這個單元討論 我們在談思考跟解決產品震動問題 那其實需要具備不少的能力 第一個就是找問題的能力 問題的分析診斷的能力 那要規劃適當的主題 然後 解決問題方法有分析的方法跟實驗的方法 可以透過FSMIPCI FCIPCI 來看 那分析呢就要 要會知道怎麼去做數學模型以及建構分析模型以及軟體應用的四種分析 那在實驗的時候建議會採用MADI 這個四個層次的思維 那最後當然都要有驗證 那驗證只有兩個層次的驗證 一個是 分析模型的驗證 一個層次就是我們 進行 產品的設計 變更後的驗證 好 那最後 那當然也有 產品本身的認證 不能因為 產品的震動改善的 而影響了產品的性能 好 這個單元我們就介紹到這裡 那麼